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去分享的是黑白照片的一个处理 但我觉得像我们学素描也是一样 先从黑白开始 所以修片的也是一样 你必须要学会怎么去处理黑白照片 在讲正式的案例之前 我们先走一遍PPT里面的一些案例 我们先看一下这些作品 你先走一遍 你大概看了这些作品之后 你觉得这些作品我们会用什么样的特征去总结它 有没有共同的特点 这个作品当中 可能有年轻的 也有老年人 也有男的 有女的 会有人认为 是不是所有的照片都适合做黑白 你不能你学会做了黑白之后 你每张照片都给它变黑白 如果说光线特别平 特别柔的这种片子 可能就不太适合做黑白了 这是我们要注意 黑白照片并不是适合所有的照片 也不是说我们所有的黑白照片都得把锐化交到类似像刚才这种程度 是不是这个锐度显得要高一些 感觉这个画面感非常的粗糙 像刚酷的那种感觉 一定要跟着它的延龄特征或者它的一个延龄段去看待它 所以黑白照片其实拍老年人是最适合的 沧桑感 纹理的那种特点都交得有特别的清楚 但是现在其实很多一些年轻的一些明星 包括小孩也喜欢走一些光影的东西 就黑白 黑白照片缺少颜色的渲染 玩的就是光影 所以我们把一个彩色照片去色之后 不可能直接能得到这样的结果 你必须要通过后期去做局部的修饰 你才可能做到一个比较漂亮的黑白照片 所以我们会看到下面的这样一个案例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案例 左边这个是原图 右边这个我们是用PS里面自带的一些功能 直接去色 把彩色照片变成黑白照片 在PS里面其中很多种方法 摄像毛的去色是可以的 见面映射选择黑白 是不是也可以 这个应该也会 还有像通道混合器 好像也可以 还有黑白调整里面也可以 甚至我们还可以用图层恐恐模式 都可以把它变成黑白 所以这么多可以把彩色照片变成黑白照片 它们在效果上可能会有一些微弱的差距 但是这些差距 其实离我们想要的效果都差很远 所以这就是我随便弄了一个去色的效果 是不是跟刚才那种感觉比差太远了 没感觉 所以我们直接去色是不行的 所以需要后期更多的调整 所以我会变这样的 树有感觉一些 就会有沧桑的感觉 所以这个效果就可能需要我们做很多的后期修饰 这种我还可能做了一些毛发的绘制 把它变得很有沧桑或者是很有感觉 这是另外一个效果 我们把它变成彩色 我也可以把一个圆图看上去好像不太美的一张照片 变得有一点时尚感或者很个性 很另类的 也就是说同样的一张照片 我们在用不同的方法处理的时候 可以处理成不同的感觉 但是这一个黑白跟彩色照片的共同特点 我都是在光影上和影调上都让它变得更暗一些 或者更细腻一些 之前有点太飘太平 反差也不够 以及它的锐度都不够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我做了很多的一些信息的调整 所以这是我们在做黑白照片的 我需要做的这几个步骤 首先你打开一张圆图 你要在我们的CMRO里面 或者是Lightroom里面 你去做一个正常的输出 一般黑白照片的特点 对比度要大 对比度要高 也就是清晰度要高 然后高光层次一定要细腻 不能过曝 要有一定的对比度 所以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对比度跟清晰度 这两块我们一定要在CMRO里面 或者是Lightroom里面 去进行一个最基本的调整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相对来说层次感比较好的圆图 进入到PS里面 我们可能需要用曲线色阶 或者是类似像加深减带这样的工具 来帮我们去把一些 你认为还不够亮的地方提起来 不够暗的地方压下去 以不准所有地方都一片漆黑 你肯定要有一些高光的地方 来去提画面的一些影标跟层次 或者对比度 包括局部也是用曲线 所以这里面我用了多次的曲线 来去调整片子影调 所以我们要做完之后 可能我刚才那张图用了一些画笔工具 去画它的一些毛法 这个其实是一个偏个性化 偏风格化的一个处理 就是你可以加 你也可以不加 最后我们在锐度上稍微给它强化一些 所以锐度我们可以用SM 或者是用锐度里面的轻易度也是可以的 这两个大家有没有一个对比 锐度的轻易度跟我们的USM锐化有什么区别呢 这里面起到一个锐化的词 锐化什么意思呢 其实李老师也讲过 他视频里面讲过 其实就是对比度 锐化我们主要锐的 其实又是分两个不同的局部 首先锐的其实是一个局部 那是轮廓线 对吧 轮廓线的地方你首先要清楚 其次我们是为了提画面当中的一些质感 也是可以通过锐化的 所以锐化边缘线和锐化我们的内部结构 其实也是根据我们的一个半径 就来控制它的 所以清晰度里面 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它的一个半径 它会有一个固定的半径值 所以清晰度做完东西 它半径会稍微大一点 所以如果说我们想对片子特别细腻的 一些质感想提起来 清晰度是不可以的 或者达不到一个我们想要的感觉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通过USM锐化 把半径调小 就可以起到一个锐化局部的一个特点 或者锐化的更细致一些 所以我这里面用了一个USM 最后你还可以通过做好的影调 或者做好的黑白照片 你可以给它加一些颜色 让它变成其他的一种风格 就是色调的可能性 这是我们简单说的一下 黑白照片那些特定和特点 关掉PPT 跟接下来我就开始